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部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10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又到了我们节目特产品之一 这个魔物猎人系列和变形金刚系列之间的假尾 假尾不正确的联名款改造分享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李的一个改造作品 黑角龙 他的话就是上一期才给大家做过神鹰同模的sky warp 这一期的话 这个角龙也是用模具下去改的 用这么贵的家伙下去做改造 也真是下了血本了 那么他发过来的时候 还有一台小型的车辆 如果看过电影的话 就知道他是有追逐的一台美军的车辆的 算是做一个小场景组了 那么先天给大家做过那一款角龙的话 那个国安小兄弟做的那个是用moji class的玩具下去做改造的 这一款只是用deluxe等级改造 所以他的尺寸的话会比较小 而且整个变形的一个结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是黑色的角龙 因为这个小李跟这个国安是互相有认识的 那他就不会改造相同的一个角色了 所以用了一个黑色的角龙 那这也是为什么他要使用神鹰这个模具 为什么呢 黑角龙是这个磁性的角龙 在繁殖期的时候呢 就是准备待产状态下 他会变成黑色的 所以他才挑了一个女角的一个配色了 也算是非常的有心了 然后的话呢 他主要的改造的部分呢在这个翅膀啊 把他变成了是一个那个爪 那比较可惜的是呢 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还是稍微小了一点啊 那可动倒是相当的不赖啊 可动相当好 在这角的话呢 后肢的话呢 他把这个原本结构的卡扣呢 把他给削掉了啊 所以这个角的一个后面的这个角的话呢 就不再局限于那个鸟啊 就是必须要缩的非常的小 还可以开的再更大一点点 那重心的把握的话呢 就是自己再去handle一下 那他的一个尾巴比较可惜啊 尾巴的话呢 就没有可动啊 只能够做一个左右的一个转动啊 而且他这个地方啊 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转 我觉得有点小危险 然后身上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软毛的部分啊 奇怪啊 当然他是应该要做硬的啦 只是说我们摸起来可以知道他是软的 这个是应该是变形金刚第四级的那个迅猛龙的那个 那个一个一个身上的部件吧 然后这个可能用了这个领袖之正的那个冰龙啊 冰龙的那个配件 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头啊 做的真的是好看啊 这个角打磨的相当的漂亮 然后眼睛的话呢 也是红色的 嘴巴呢 还可以张开 还有一定的一个可动性 头部可以转 这里也可以转了 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具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他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头跟尾呢 都会变成是他的武器啊 所以先把它给取下来 那这个变形过程的话呢 就非常的简单啊 首先把这个角给翻下来 然后手臂的话呢 往外翻折出去啊 基本上跟神鹰的模具呢 是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啊 除了把这个头尾拆掉之外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后面这个部件就是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部件 我们主要是要怎么样的 把这个头啊 从这个地方往上推出去啊 将那个头呢 从上方给翻出来 翻出来到这 好 整个翻出来 然后的话呢 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翻转 将它的一个上方整个打平之后呢 再利用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啊 把这一个身体的话呢 算是往上提吧 往上提 这里 那这里就一个 不得是把身体往下放了 讲错了啊 往下放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这里有啊 卡扣的话是有上跟下 这个是我们只扣下卡扣去扣 然后上卡扣就会空白 空出来没有作用啊 这个时候的下半身呢 如果你觉得呢 因为是个女脚 所以前面留个洞 还不过留个缝 也是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就 就还是比较按照正常的一个流程 来把它给变形啊 将它的腰部呢 做一个反转好了啊 做一个反转 然后的话呢 膝盖这个地方也要反转 然后脚的话 再做一个反转 当然了 因为这是一个改造作品了啊 并没有说一定要按照这个样子去做一个变形 你觉得好看就可以了啊 然后后面的这个手臂的话呢 啊 这个我已经不下数次的说过啊 作为一个低调的一个中年大叔的话呢 我是不会把它随便举起来的啊 这个平常我们都收拎的很好啊 平常我们都收拎的很好 好的 然后两肩呢 把它给往上面抬起来 那么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基本上呢 也就算OK了啊 啊 整个大致的形状的话 就是神鹰的一个完全的一个黑化的版本 那么胸口的话呢 有做了一个胸甲的一个改造啊 这个也是配合脚龙和脖子啊 需要那个可动 其他的手脚的话呢 变化不大 变化都不大啊 然后后方的翅膀 这个造型的话呢 也已经做了一个变化了啊 感觉还是蛮帅 我必须说还是真的是挺好看 背部也有做一些其他零件的一个补强 再来最酷最炫的呢啊 我觉得这个武器呢 这个是类似于脚龙锤吧啊 或者是这个枪斧啊什么的 anyway就是相受限于它的一个可动啊 也只能够这样子了啊 那就骨血巴拉当是一把大斧吧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啊 如果能够做成一个锤子的话呢 有一个锤形的一个 饼的话呢 就会非常帅了啊 这个脚龙锤啊 那个是我看过最帅的魔物力人武器啊 至少在这几年以来吧 我觉得就直接把脚龙的头啊 做成是一个兵器啊 我就觉得真是帅臂了啊 这样子 我们就骨血巴拉当是个盾牌吧啊 或者说你是恐龙王的一个手臂啊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脚龙头啊 也是可以的 端看你个人是怎么去想象的啊 那这是一款非常有趣的一个改造作品啊 将武器的一个拔叉啊 特别是这个脚龙的头啊 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来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